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FreeChannel 播出的日期8月28日 我們又見面了 今早雖然我要上正道的課程 不過因為昨天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且今天有議題很想和大家分享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抽時間和大家拍片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下孟晚舟的案件 加拿大法院在前一個星期結束 和美國引渡孟晚舟的最後一輪聽證會 長達一千日的法律鬥爭 以及涉及三個國家 有我們祖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國際關係 即將進入新階段 根據昨日的新聞報道 綜合了外交部官網 和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的網站消息 在加拿大當地時間25日 我們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重培母 和孟晚舟聯繫 他們說了什麼呢 而且最後一輪的聽證 對孟晚舟的案件起了什麼變化 我都會和大家綜合分析下 可以說是我之前這條影片之後的跟進報道 有交代嘛 有頭有尾的和大家匯報 另外今天也想和大家講一下教協 今天下午教協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 討論和議決修改會章 以及修訂解散的門檻 事前教協更加恐嚇他的會員 究竟他怎樣說呢 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不只是我 大家觀眾朋友都很喜歡的現任保安局局長 前任一哥鄧炳強 鄧炳強局長昨天直接指出 一九年黑暴是一場顏色革命 更加點名和不點名地批評主路人物和組織 鄧炳強局長怎樣說呢 以及掌握了什麼證據呢 我都會和大家評論一下 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都不知道 不信不承認一九年黑暴是一場顏色革命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推薦這條影片給他看 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尋覓引擎非親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旺媒和攬炒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我的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我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留言 追看陳穎欣 知稱原因又開心 訂閱Joe Fee Chan 和人論證洗蜜鏡 看了我昨天的影片 有不少觀眾朋友都留意到 我沒有和大家拍兩三個星期的影片 大家發現我有一個新的變化 即不單是肥了 更加是說話慢了 我也有練習希望可以說得慢清晰一點 希望大家都留意到 看看我昨天的影片 今天先和大家說一下孟晚舟 49歲的孟晚舟是電訊巨頭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女兒 亦是華為首席財務官 她在2018年10月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被拘捕 雖然在加拿大被拘捕 但第二步令是來自美國的 華盛頓那邊很希望以銀行詐騙罪引導孟晚舟到美國 美國指控孟晚舟涉嫌華為在伊朗業務誤導匯豐銀行 犯有欺騙罪 自被拘捕後 孟晚舟住在加拿大溫哥華大宅內 但腳也要帶著電子監察器 截至前日也就是8月26日 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了1000天 孟晚舟引導案件聽證會 在加拿大當地時間8月18日結束 而這場聽證會被譽為是1000天孟晚舟被拘捕的日子 這兩年半以來法律戰的最高潮 美國司法系統一直指控孟晚舟 這名華為第二號人物在2013年在香港的一次會議上 向匯豐銀行的一名高層說謊 就說孟晚舟隱瞞了華為和一個向伊朗出售設備的子公司 Sky Corp之間的關係 令銀行機構面臨被美國制裁的風險 華為公司和孟晚舟一直都否認這些指控 而在這一輪的聽證會上 孟晚舟律師試圖說服加拿大法官 法律專家分析孟晚舟律師團隊 主要的論述都是基於四個方向 第一是美國基於政治考量提出起訴 第二是執法人員損害孟晚舟憲法權利 第三是美國向加拿大提供誤導性資料 第四是今次起訴違反國際法 相信有看我影片的觀眾朋友都會知道 孟晚舟在這幾個月中 他的案件可以說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早前孟晚舟在香港和匯豐銀行有一宗官司 最後成功得到新的文件 而孟晚舟律師團隊試圖引用這些文件去證明 匯豐一早已經知道華為和聲通的關係 是美國企圖隱瞞事實誤導加拿大 所以將這份相關的文件關鍵的幾頁收藏 孟晚舟幾經辛苦 自從匯豐銀行拿到這份文件去證明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雖然孟晚舟有有利的證據在手 不過主審法官霍姆斯 之前已經駁回了孟晚舟律師 申請將新證據呈堂的要求 加拿大主審法官說 雖然新的文件顯示了匯豐一名董事總經理 是知道華為和聲通之間的關係 但法官說這名董事總經理 是匯豐風險委員會的成員 所以主審法官認為 就算是匯豐的董事總經理 也夠高級了 他知道這件事也好 不代表風險委員會知識華為和聲通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樣也可以 明明董事總經理已經是匯豐的代理人 已經是匯豐的代表 他知道也不夠 他說風險委員會不知道 所以主審法官認為 這個證據也不能推翻 最原先美方提出的文件 作出的論述 而加拿大檢察官質疑匯豐的文件有前後矛盾 更加說到匯豐的文件受到政治干預 即是這些就是西人法治 有對他想入罪的人有利的證據 就不讓他呈堂 那就搞定了 那就一定入罪 真是非常離譜 彭博社回顧了加拿大引渡案審判的歷史數據 從而得出一個結論 就說孟晚舟可以逃過引渡的機率只有1% 非常小 即是每100個案 只有一個個案可以逃過引渡 即是彭博社認為孟晚舟的勝算非常低 彭博社引述了加拿大司法部的數據 就說在2008年以來 加拿大收到798份美國要求引渡的申請 而加拿大只是拒絕或放棄其中的8宗案件 798份8 即是粗略來說是1% 有一名加拿大引渡法專家和刑事律師博庭 認為孟晚舟如果是勝訴的話 將會是非常矚目 因為他認為這個可能性非常低 非常罕見 如果孟晚舟敗訴的話 就證明美國有權追究被告犯罪發生的地點 以及受害者和美國無關的案件 即是說不關美國事 美國都可以有權追究 這名專家律師說 無論怎樣也好 孟晚舟的案件都會成為一個先例 甚麼叫先例呢 即是之前從來都沒有 而今次加拿大法院審理的就是 引渡孟晚舟的程序是否合法 對於孟晚舟有沒有犯法 其實法官沒有權作出判決 也就是說如果孟晚舟敗訴的話 就不代表孟晚舟有詐騙匯豐銀行 即是代表孟晚舟即將會被引渡到美國 所以加拿大法官都不能就孟晚舟定罪 只是會判決孟晚舟是否應該引渡到美國 加拿大法官即將會在今年10月21日 就孟晚舟案件作出裁決 而如果法官判孟晚舟勝訴 孟晚舟就可以立即得到自由 在程序上如果天無眼 最後判孟晚舟要引渡到美國的話 案件就會轉交到加拿大司法部 給加拿大司法部長兼總檢察長 完成引渡程序 聽完之後深水清的觀眾朋友就會問 即是無論法官怎樣判也好 加拿大司法部長都有權決定孟晚舟的命運 因為引渡的最終決定 整個程序要怎樣完成 就是要由加拿大司法部長批核 加拿大司法部長可以選擇繼續 又或者終止引渡孟晚舟 有一個陰謀論說 為何要等到今年10月21日 法官自作出判決 大家知不知道下個月 即9月20日是加拿大的什麼日子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在今個月15日 也就是孟晚舟聽證會期間的日子宣佈 為了可以得到新的授權 帶領加拿大擺脫疫情 加拿大即將會在今年9月20日舉行大選 換言之 法官定在10月21日 也就是加拿大大選之後才宣佈判決 孟晚舟的案件會交由大選之後 新上任的司法部長去處理 忍不忍到孟晚舟 就要看加拿大大選結果 所以發什麼一字 其實都是政治 排面和遊戲規則 固自然對孟晚舟不利 不過如果這麼不幸 法官真的判要引渡孟晚舟的話 第一關閉手後 去到第二關 如果這麼不幸 新上任的司法部長 都決定要引渡孟晚舟 兩關都拌不成的話 孟晚舟的律師都可以提出上訴 到時案件就會進入上訴的階段 即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這個時間就會以年來做單位去衡量 即是孟晚舟在被拘押了1000日之後 如果判決都未如理想 都是達不到公義的話 孟晚舟可以上訴 但又要再被拘押多幾年 而上訴就可以換來時間 就可以再等一個正常的司法部長上台 了結這場政治檢控的鬧劇 程序上就可以這樣走 而且孟晚舟一直都有祖國這個強大後盾 國家時刻都關心著孟晚舟 這一點令我覺得非常感動 國家每天有千上萬的大事要處理 但從孟晚舟的案件可以看到 祖國對國民非常上心 今年7月美國副國務卿謝孟 來到天津會見我們的副外長謝峰時 孟晚舟也是他們在談國家大事時討論的議題 當時我們的副外長謝峰向美國提出 要停止引渡孟晚舟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更加在今月19日 在孟晚舟引渡案聽證會 在加拿大當地時間18日結束之後 華春瑩也有作出回應 說出美國政府炮製了一件 絕對不出於法律原因的案件 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 阻撓中國科技發展 華春瑩更加說到加拿大在這件事件上 在扮演美國的幫兇 孟晚舟沒有違反任何加拿大法律 但被加拿大無理拘押了接近一千日 華春瑩說有很多中國人 都非常關注加拿大法院這次的判決 從孟晚舟案件的疑點 再加上檢控一方也作出前後矛盾的託詞 我們可以看到孟晚舟案件 是徹頭徹尾的政治事件 是一場政治檢控 而且我們國家的駐加拿大大使 重培武 在加拿大當地時間星期三 也就是8月25日 和孟晚舟有通電話 向孟晚舟表達同情和慰問 也強烈譴責加拿大政府的錯誤行徑 表明絕對不會允許我們中國公民 成為其他國家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叫孟晚舟堅定信心、保重身體 也期待孟晚舟早日平安回來祖國 重培武也提到 給加拿大駐華大使公開信中 有1000多萬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網民聯署 要求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我也有份聯署 有聯署的觀眾朋友也可以在留言舉手 加拿大國內也有不少有識之士 呼籲握泰華政府要終止對孟晚舟的人道 以及他的政治檢控 有一個名為跨加拿大救援孟晚舟行動委員會 在孟晚舟被拘捕滿1000日之際 呼籲釋放孟晚舟 令兩名加拿大人 兩名Michael 也就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 和商人斯柏弗可以早點回家 從而可以令中國和加拿大兩國關係正常化 我們國家外交部也說明 不會讓中國公民成為犧牲品 立場可以說是非常清晰、非常堅定 與美國形成非常大的對比 美國對待自己人和盟友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圖都可以說明一切 你爬上他的美軍機 他不伸到你一腳也算是這樣 見到這個畫面 再看看西人在我們香港的代理人 大家可以看到 信美國會有什麼下場 信美國越行越挫的教協 擁有9萬5千名會員 原本在會章要求 必須要有全體合格會員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才可以解散教協 9萬5千名會員 即至少要有6萬3千名會員同意 才可以達到解散教協的門檻 不過教協等不到 相信要收也很難收到 所以決定今天也就是8月28日下午3點 舉行特別會員代表大會 去討論和決議修改會章 修訂解散的門檻 將解散的門檻 由必須要是全體合格會員的三分之二或以上 降低到會員代表大會或特別會員代表大會 出席合格的會員代表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就可以解散教協 即是說今天去開會的三分之二人 而不是整體會員的三分之二 這樣就可以解散教協 拿個比喻和大家講解 可能大家會明白些 將龍門搬近一點 合上眼也可以進入球 據知今天有份出席特別會員代表大會的 監視張文光和教協副會長 前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他們都有到場 在下午大約3點左右 現場已經達到法定人數最低門檻 會議正式開始 成功將龍門搬近了 可以開波 據知最後出席人數有超過140人 這140人內就決定了教協可不可以解散 但明明有95000人 大家說是否很兒戲 這140名出席的會員內 就有大約10張棄權或反對票 最後修改會章的議案就獲得通過 相信距離教協會被解散又邁進了一步 有落場的球員 是否是到場的會員代表 被問到是否支持修改會章要解散教協的時候 他就反問記者 現在還可以選什麼 的確是沒得選的 因為教協班高層太怕事了 腳都已經軟了 已經跪了地上 教協班高層一早已經決定要解散教協 創會48年的教協在今月10日已經宣布要解散 而且會遣散200名職員 變賣物業 目標是在今年年底完成解散的程序 全體會員在今星期初已經陸續收到教協的電郵 而電郵很搞笑 不是問會員同意解散 而是向會員解說解散的決定 即是已經決定了 教協的信中更明確地告訴會員 教協必須即時解散 否則後果嚴重 即是恐嚇會員 也聲稱有可靠消息證實不同的政府部門 已經對教協展開了調查 甚至認為拒絕解散教協 可能會令教協部分人士被拘捕 甚至教協的資產被凍結 即是會員就算不想解散教協也不行 教協的高層也不讓會員選擇 正如教協班高層早就幫會員選擇了 令教協踏上政治的不歸路 現在也選擇了要將教協收檔 不過想跟那名到場的教協會員說 其實他是有得選擇的 一直都是老闆 是教協班高層選擇不正正經經地做工會 要掛羊頭 但賣狗肉地搞政治 結果現在搞出火 最好笑的是我看到這個報道 就是黃媒立場新聞的報道 可以看到立場都不幫教協 都認證了教協有參加政治事務 最令人關注的是教協的過益資產 接下來會怎樣處理 會不會被少數的黃人中爆私囊 因為這群人搞來搞去 無非都是為了一個字 就是錢字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昨天出席 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見記者 作出提醒 就不點名地說到一個籌款團體在解散前 還呼籲大家要去捐錢 質疑這個籌款團體想在臨解散前 罵一筆油水 鄧炳強局長的說話 顧自然就是不點名地批評黑暴的612基金 因為612基金上星期宣布會有秩序停止營運 預計要籌多2500萬去應付現有的個案開支 即是說在停止運作前 拜託各位的信徒捐多2500萬出來 真的非常好笑 雖然鄧炳強局長不點名地批評612基金 但同一個道理其實對教協也適用 鄧炳強局長也有不點名地批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說到有兩名被告承認勾結外國勢力 兩名被告相信是李宇軒和陳梓華 因為早前的法庭審訊也有揭露一名主路人物 聯同一名外國人 不用猜到是Mark Simon 其實也不是不點名批評 是點名批評 說到他們是給錢 有死兩名被告李宇軒和陳梓華 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鄧炳強局長說到案情透露那名主路人物 如何利用兩名被告鼓動其他人去參與公眾活動 如何利用他們所管控的媒體 去煽動對國家對香港政府的仇恨 而且鄧炳強局長也有說到 未來會有更多案件在法庭審訊 就可以清楚看到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 不是單純一些年輕人出來發聲 而是有一個主路人物 有心危害國家安全 有組織地進行類似顏色革命的犯罪行為 黑暴就是一場顏色革命 之前我在聯合國編會 也有跟大家分享這本 外國記者Nuri Vitace寫的書 叫做《故事的另一面,一場在香港的秘密戰爭》 說了2019年的黑暴 書中正正有一個章節 就是叫做《顏色革命》 大家可以看看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第363頁 而在有關外國資金、支援和訓練香港的黑暴分子 也有一個章節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章節裡 Nuri Vitace也在這個章節裡提到 有幾個他叫做革命顧問的人 就是在19年黑暴的背後推手 大家可以猜猜他在說哪一個 其實說笑 也不用大家猜猜 當然就知道是誰 怎麼少得 Jimmy Light 黎智英 有黎智英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黎智英之外 在這個章節 Nuri Vitace也有提到另一個大家都認識的人物 他就是支聯會的主席李卓人 我很推介大家提這本書 今集先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之後可以再和大家分享這本書的內容 不過也推介大家可以買一本來看 今集的最後想和大家說一下心中情 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隔了兩個多 差不多三個星期才和大家拍片 坦白說原本我都擔心大家會忘記我 所以昨天拍片的時候也有少少忐忑 有少少壓力 我之前也擔心停拍會對頻道有影響 但因為參選選位很重要 所以我也沒辦法 預了要犧牲一下我的頻道 我還預了頻道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營運才會回復正常 其實我也很不好意思 要Y2K大樹木頭的木頭榮家跟我沒有這個風險 該做的事也是要做 預了頻道也會有少少影響 要一段時間才會回復正常 但最後的結果實在令我很感動 因為昨天一拍片就已經立即正常 點擊率正常也不止 大家的留言更加可以說是非常之踴躍 非常之感動 多謝大家 我會繼續努力去報答大家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一樣的踴躍留言 也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讓大家多人知道黃梅和攬炒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榮欣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祝大家爭活愉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 陳榮欣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